回到節目時間 由華貿發展的屯門南岸三年前已入伙 不過最後一批貨尾丟空到今年年初才賣出 接著驗收的頂層連天台單位 成交赤價14000多元 業主收樓大約一個星期 室內手工及用料質量問題多多 包括全屋七成的玻璃有崩化 多處地方漏水 部分除樓附送的電器壞了都照交樓 華貿發展的南岸位於屯門青山公路青山灣段 三勝村及舊咖啡灣附近 是十層高的單棟樓 只有30個單位全部是三房 項目三年前已落成 發展商一直持有多個貨尾 直到今年年初賣出最後一批單位 驗收的單位業主今年三月以1400多萬買入 收樓大約一個星期 單位實用面積990呎 客飯廳呈曲尺形有280呎 地方舊闊落但佈局不理想 飯廳比例似乎小了些 整體這裏就被樓梯霸佔了 真正正我們擺飯桌的地方 由這裏差不多去到這個位置 因為這裏已經是頂的了 這裏真是未夠兩米的 一米九左右 其實一般你這樣做裝修的就不舒服 單位有沒有流水 看看樓梯頂位置就知道 一幕高頭就很大托水積 在門頂這個位置 再過旁邊天花都有 肯定它有滲水的情況 這些位置就肯定是 屋頂天花的防水會出了問題 這個位置就可能是牆身 或者是門邊 我們走出去看看是哪個位置 天台有800多呎 外牆磚很多都是空心 難怪會滲水入屋 冷氣機散熱器擺放在梯屋旁邊 沒有遮沒擋 地上又積水 望落不多其離 冷氣機雪種後長期外路已經老化 部分甚至裂開 專家說會直接影響冷氣機效能 再加上電線沒有包好 這樣交樓怎樣收貨 三間房在天台對落 主人房連套刺大約180呎 窗邊明顯曾經流水 玻璃窗崩花問題嚴重 多到數都數不完 要通通換過 但是花的密集程度 幾乎看到的位置都有花痕 而在裡面 也摸得到這些花痕 我相信這些花痕不是 起樓的時候 或者去拆棚的時候造成的 這些我相信是清潔的時候 賣花的玻璃 我相信它們的毛巾也挺髒的 一塊這樣的髒毛巾 導致成交有差不多七成的玻璃 要換過的話 其實是很傷的 我也覺得很浪費 單位樓底高超過11呎 不過天花零零咳咳有震位 兩邊就這樣看過 一個立面 都很不協調的 大家的設計怎麼這麼奇怪 好地地 不可以做一個大一點的窗台 或者是將來一個大的窗 中間為何要做一條柱 就頂心 頂心柱 再加上一個問題 如果我們再看高頭 這條柱上面 就用來承托一條糧 我們這間主人房的 一個正中心位置 一開二就壓住了半間房 廚房60呎 升盤底油油漏水問題 後館裝得不好之外 原來還有一個地方漏了折膠 外牆後邊其實是沒有補到的 我們看到旁邊的喉 後邊是折滿了膠 但這邊就完全是做漏了 如果這個位置 因為頂這麼高 下雨時撇下來 是很大機會濕到這幅牆 甚至窗也會濕到 如果水一陣打去那個位置 水會沿著後邊 會經著後邊滲入你 是裡面的 要盡快叫發展商填補空隙 防止水流入室內 廚房設備齊全 不過單位空置了一段時間 部分電器壞了都不知道 紅酒櫃發出怪聲 抽油煙機一開就刮到廚櫃底